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在买不到票时 才会被响起 对乘客来说 绿皮火车变慢了 变迟钝了 变得可有可无了 但在耳眼里 改变得远不止这些 列车员的工作变得难住了 同时之间流传一句俗话 经单位探口气 初单位松口气 现在列车上都是半军事化管理 几点扫地 几点拉窗里 都得按照时间表来 一天工作七个小时 还不能玩手机 被抓到一次 直接停止带岗三到九个月 一群三十来岁的人呢 还像高中生一样 不叫玩手机 不过 也没人像高中时候一样偷偷玩了 毕竟都拖家带口电 玩不起了 现在春运期间的工作 倒是变轻松了 0708年的时候 火车上人多得狠 火车上有个列车员搗拌睡觉的地方 叫树营车 那时候我们交班后 从一车厢回树营车 他要花一个小时 更别说到点扫地了 根本扫不了 只能拿着大塑料口袋 挨沟去收垃圾 我们倒是 没什么 但是因为人群太密集了 又在一个封闭空间下 很容易让人觉得压抑 一些心理素质差的乘客甚至会精神崩溃 早年间我见了不少 突然都破口大骂大人 甚至唱歌跳舞脱衣服的都有 我们只能用胶带捆他的手绝 免得他伤人 也是保护他 还要派人轮流看住 精神市场的人力气都很大的 我们连喂饭都不敢喂太饱 不然 几个大男人可能都控制不住他一个 以前的火车还可以开窗 我甚至见过精神市场后 拉起窗户都往下跳点 当时啊 耐不及震惊 害怕 只知道铺上去 拉紧急自动 唉 倒在最后人就回来了 但其实啊 更多人就那么磨了 精神市场的乘客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多是在外打工攒了一年钱 才在身上回家过年的 看车商里谁个都觉得 枪是要偷自己的钱 那时候火车上确实没那么安全 就有了各式各样的对策 有人买防盗类裤 那是普通的三角类裤 但是腹部有个拉链 他们都把钱藏到里头 还有人把钱绑在脚上绑在腰上 无所不用其极善 对他们来说 这是一场深重不容出错的运送 那一塌红色草票是一年的辛苦 更是一家人赖以深存的希望啊 当然也有人没把钱送回家的 曾经有个农民工 把几万块钱包起来 拎在一桶松油里 上厕所都带着了个桶 但最后桶底被钻了个洞 钱被偷了 我们协述警察临案调查 正忙的时候发现农民工失踪了 原来他接受不了这个事 趁着火车停靠站 都下车翻墙 跑到后边要自杀 好在被我们发现 懒了下来也算有惊无险吧 以前啊 火车上还有骗子 一般是两个人 一起找别人打牌 然后出老钱嘛 大多骗个几千块钱 胆子小的不敢说 闷生吃个哑巴亏 胆子大的啊 都会报警 其实被骗了不用怕打击报复 某人知道谁报的警 因为啊 为了保护受害者 警察是不会叫报警人 或行骗人见面的啊 现在嘛这些问题几乎不存在了 车厢不再拥挤 乱象也消失了 对我而言 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然 火车上也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 它依然是一个微缩的世界 流淌着 人间备态啊 你永远无法预料火车上 会发生什么意外 我甚至帮人节省过一次 当时残妇马上要生了 还让还有几个小时才到 光波训仪 也找不到医务人员 不过好在残妇是二胎 有经验 他就教我怎么给他消毒 怎么帮他调整呼吸 花了半个小时 都生产出来了 是个男玩 夫妻俩给他取名叫车身 就是在火车上出生的意思 我也见过一些特别的乘客 07年的时候 有一个日本男人 50多岁 随身带着翻译 很寡言烧语 几乎用不到翻译 拎下车的时候 他突然一边比划一边 正在对收垃圾的我说 这些是干垃圾 那些是湿垃圾 教我怎么分类怎么处理啊 那可是13年前啊 现在想想我也会很感叹 火车上也有很多温暖的乘客 有一次我们所有人脚搬 二十几个人挤在餐厕厂 在那吃饭的一个老中医 如70岁了 已经退休了 说看我们工作辛苦啊 主动给我们把妹 所有人的妹 挨着八个 还祝福我 批为虚弱 要好好调立 以前总听不进去医生的话 那次奇怪得很 全听进去了 之前还遇到过 一对在站台告别的老夫妻 因为工作原因 老教授要去往外地 老奶奶一直嘱吐他 要按时吃哟 按时吃饭 不要太操劳 半小时的告别里 两人一直牵到手 夕阳的余晖 撒在他们的衣服上 皱纹上 我透过窗户看着他们 突然希望 这趟火车不要出发 但火车总会开 他还要载着人们离开 载着人们重逢 在春节 他还要载着人们团圆嘞 尽管春节对于我来说 只是当天的火车 会多加两个菜而已 火车上信号不好 也没法跟家里人联系 但我也不愿意回家过年 因为疫情 我们这一行成为了高危行业 家里还有老婆 和三岁大的女儿 我怕万一感染了 传染给他们 我自己倒是不怕 去年疫情刚爆发的时候 虽然有列车员说的不敢上车 但我们铁路人 还是很坚强的 最后发车 我们一个人也没少 我还和几个同事 谢了申请 申请加入抗疫第一线 在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我们的火车是拿过抗疫物资的 到了武汉 我们还下车写物资 没有人有班局远言 你转眼啊 这疫情后的第二次春运又来了 我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只希望能准时平安的把乘客 送到目的地 有时候我坐在休息室 听着广播里的声音 闻着半米外 垃圾桶里的泡棉味 看着窗外掠过的树 山 村庄 这样的体感太过熟悉了 我甚至觉得自己就长在火车上 就是火车的一部分 注定要和他一起划作信使 为了离别 为了相聚 没日没夜的滚东车轮 那现在 我也有自己的目的地了 从春运结束 我会回到成都的家 和妻子和女儿 一起补过春节 女儿最喜欢逛超市 我答应了她 回家里马都去 我经常半夜在家里醒来 以为自己还在火车上 我会马上扭头 看见谁熟的妻子了 我才确定自己真的回家了 火车会一直往前开 但有些人会让你觉得 你真的落地了 而不是在摇晃的车厢里 嘿嘿 假装投个币 我只进入东西出来了 就是你给我们三连投币了吗 下次一定 好